一上来都盯着她的脸 而我一上来就看到她颈椎是歪的 体态也是不太健康 我看不到她一个健康的美 是好多人看的只是五官五官 当然她很漂亮 但是我希望你年龄这么小的时候 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你的未来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既能够让你赚钱 又能够让你比较健康的 比如说瑜伽健身 瑜伽工作愿意尝试吗 我想好好考虑一下 第二轮选择去过里 叶子龙你不是留灯的吗 其实她一上来以后 她给我回答那几个问题 我对她特别感兴趣 我为了你这个事 我还特别跟我分院院长打个电话 我把你这个简列也发给她了 她给我了三点建议 她对你的不满意 她第一个跳槽太频繁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你在医美行业里边工作的年限太少 才不到一年 第三点 我们这个岗位是个低底薪高提成的一个岗位 但是你要的底薪有点过高 她给我这三点建议以后 她就建议我不招 其实我还是看好你 我给你这个建议 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面对面的跟那个院长 因为我们是我们是个集团嘛 你面对面的跟我们分院院长来争取这个机会 但是呢 今天我给不了你了 我觉得你是有技术能力的 但是你的这种性格 还得要找一个人 就大家得呵护你 在职场当中 我们会单独为你这个人会付出更多的一些 一些管理成本 你看你一个六年的职场生活 工作的经历 在这个舞台上 还不知道自己选哪个行业 职场上面很多的时候是 第一看你的态度 第二接下来再评估你的能力 从头到尾的态度 我觉得没有办法让一个 作为我的应聘来讲 我没有办法打起兴趣来 你自己都没有态度 我怎么没有激情就拥抱你了 以后再面试 如果你再提一万四的这个收入 然后那个面试官 眼睛都不眨就招你进去了 那公司千万别去啊 明目明白 颜值是优势 但不要被颜值给害了 今天晚上别大游戏了啊 好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 可能准备的不够空散 再加上可能紧张的时候 自己的发挥 更加的不是特别稳定 其实家他们给的一天 其实都比较中肯的 然后我自己其实也 听进去了很多 然后我希望能够回去 就慢慢消化一下 然后去想一想 大家说的这个话 对我这些好的方向的一个指引 然后未来的方向 其实目前比较清晰 可能职业的话偏运一点 那方向可能会在 一美方向上升冬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